小北喜高 這個展這個其實是從 可能就是要推錯到我以前就畫看板 然後畫看板就要畫角色 畫人 演員 然後後來我就刻布袋戲 那也都是在人的表現上 相信之下就是又更宗教 像華廟啊什麼之類 很多年都在那種 其實說是工作也可以說創作 說是創作也可能是工作 一直到現在很確定要做仙仙仙 其實也好幾年了 但是一直沒有整組這樣做好這樣 然後2010年就已經答應白屋 說要在他美麗的小空間辦展覽 其實我算是一個很多變的 因為我第一個我也可能是個演員 可能也玩音樂 在別人認為可能比較非學院 就會覺得我不知道在幹嘛 我也好像沒有什麼論述啦 你論一個數你好像就要去 附和這個論述 然後去實踐這樣的一個行為 我覺得這對我來講可能會有壓力 所以我就開始去觀察人 觀察我以前的過去所做的那些事情 在白屋展的時候就有很多 雕刻也好 畫畫也好 甚至裝置性的東西 可能如果要講創作的話 倒不如就直接把東西做出來 然後放在它上面 讓民眾或是包括我 去整理出一套我認為 在我與外面的世界 產生平衡的一個狀態這樣子 不嚴肅啦 因為我又是一個比較 就是喜歡玩玩具公仔 有時候的展覽也會直接去買個玩具 就把它丟在那裡 可能別人認為我是什麼傳統藝師 這種很嚴重的角色 產生一個很奇怪的對比 那這個對比對我來講 我還算滿樂在其中 想要把那個別人可能認為 焦點的東西又把它分化掉 我覺得這是有點被鼓含的腕批這樣子 一拜有展的時候 我其實有年差不多七天 大陸就是有時候在那兒大 有時候在那兒戴 有時候在那兒戴 有時候跟朋友喝酒喝什麼 我就在這樣的一個狀況 去完成一個整理的工作 跟再創作的工作這樣子 那弗蘭共開花就是 思考台灣奔道這個問題 壁畫隊來當代館前面做展覽 所以我就畫一隻魚 那我就一直覺得台灣是一條魚 絕對不是一隻龍這樣 我就會回溯我小時候被教育的 都會教育我們成為龍的船人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 如果我們是一隻魚的話 我們就不用那麼嚴重 可能我自己是不喜歡 面對那個嚴重的社會機器 我們這種普通的說 其實該不會讓我們喊這個 那人讓我們喊這個 我們的靈感就會不見了 我們會側面的 去譬如說反BOT 反美麗灣 反和 然後這些社會運動的東西 我就又很有興趣 因為那個時候你根本不用去 當作一個主導的人物 但你只要進到那個小螺絲釘就好 所以在創作上我也一直覺得 不大想當領導 想要當那個陪襯者 小人物這樣子 然後這一次展的東西 可能就是多年的經驗這樣累積下來 所以先先先路來講我覺得 否則說還好 是我對台灣人的期許 我覺得這很快樂 然後就覺得所有的朋友都是聖 然後台灣怎麼要快樂的魚 做事不用太緊張 做事就可以跟事情做得好 這一次的展間 是比白屋的高度高出一倍以上 然後所謂的那個坪數其實差不多啦 然後我就在白屋的時候 只要是一張大花 可能就會頂到天花板 所以我在當代館的時候 就把比較大張的花放了進來 對於我那種小展覽 要變成這樣高挑 其實有點小困難 所以我就待了好多天 在門喬來喬去的 然後我就覺得 那個效果真的是還不錯 因為我把那壁畫堆的那 四張比較大的放進來之後 整個空間就吃得住 然後小張的去這樣子 像在遊玩一樣 一直轉這樣子 那一個裝置其實在白屋就有讚 它其實就是我從過去到現在的 創作所有經過的一些過程 那我只要在坐那一個船的當下 我其實也在回憶我 從過去到現在 不管是雕刻布袋戲 做竹節人玩偶 甚至現在在玩那個小玩具公仔 就是我覺得 那是我非常輕鬆的一件事情 那也像一條船 也像一條軌跡 那我那個有一個大漂流木 是以前在 貝藝大漂流木藝術節做的 那剛好是一個臉 然後就從那個臉裡面 開始衍生 覺得他 然後他眼睛是閉著的 好像這是他的夢 對 那在我的現實裡面 他也是一個事實 沒有特別去讓他非常的明確 我也沒有說幾年 到幾年做什麼 然後我讓他跳動 讓他整個空間跟那種裝置雕縮 產生一種比較不一樣的 觀看方式這樣子 這次作品其實我比較 那感覺是我還滿爽快的 因為這裡的空間 比較沒那麼壓迫 然後我好像可以 藉由這一次的展覽 又重新看到我 可能未來可能會有的 一個方向這樣子